为纪念我国国民服役迈入50周年 新加坡艺术协会将展出大约130件艺术作品 向国民服役人员致敬 负责高等教育及技能的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以康主持了开幕仪式 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以康主持开幕仪式的时候 为书法作品画下最后一笔 他也参观了展出作品 同在场的艺术家互动交流 纪念国民服役50周年的艺术展 在爱拥乌节购物商场四楼的艺术画廊拉开帷幕 50多名艺术家以油画、铜制塑像、中国书法等不同的艺术形式 诠释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对不同军事单位所做的观察 艺术展将以不同的主题相继在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 和新达城国际会展览中心巡回展出 爱拥艺术画廊的艺术展从今天展出直到本月29号 这就是合适的旗航 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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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